白内障姜汤洗眼案例 曾先生78岁,五年前左眼白内障开刀后,装置人工水晶体,之后眼睛非常怕光,连在家看电视也要戴墨镜,更别说出门在外了。 右眼也有白内障,但医生说尚未成熟,葬不开刀。两个多月前,看过姜汤处理白内障案例,开始尝试姜汤点眼。 用干姜片四支五片泡热开水15分钟,待降温后过滤杂质。 每天起床后,即午睡晚睡前各三次,持续点姜汤,五天后改用小杯直接洗眼睛。 以开刀的左眼布满血丝,越来越红,不敢再洗。未开刀的右眼,持续以小杯姜汤清洗。 两至三天后,早上起床,发现眼睛睁不开,好似有一层粘胶把眼皮粘住,必须用手指慢慢剥开。 之后下眼瞼,发现一层白色乳状液体,以面纸轻轻挑起,像拔丝一般。 连续三天,没有开刀的右眼越来越明亮。 不怕光,看电视,也不需要戴墨镜了。 总计点姜汤,加上直接姜汤洗眼,共22天,视力改善八成。 千金难买早知道,幸好还有一只眼睛没有开刀,及时挽救了曾先生的晚年生活。 感恩原始点,张一世。